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 soy會來砰砌 ultra SRS 相信上一集你有看到白同學 DIY如何拆下 Dio Franklin 後輪輪胎這個動作 那個影片就知道白同學今天要來拍甚麼駟 沒錯 白同學今天要來拍我們以前 高中 時期 那時候 刻薄 дуже DIY 在那搁車子的時候 連 那個輪胎 皮都是自己在DIY 在撞 我把這個動作規劃成下級 讓想DIY自己翹輪胎底的同學 對你們有幫助 會話不要說 一起上課去囉 Yeah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 穿上這個 四層的熱熔胎兩支 拆胎器 下去拆 風要放乾淨 白頭血酸要分享 來 攝影師麻煩一下 用這個風嘴旋轉的 這樣子 我們香港腳打的打的 讓它打開 在旁邊 小屑裡面 會噴一些潤滑液進去 增加情緒 我跟你講 剛開始要把輪胎亂到中間 它有技巧 一般是用這個 但是那個 弄下去的時候 我老公在插的時候要注意 大概就這樣子 你就這樣插下去 嚇著嚇著 把這個推進去之後 它現在這樣下去 它就可以開了 手動在插有個缺點就是 鋁圈比較容易刮花 但是白頭血是示範 白頭血以前那個 客難式的方式分享給同學 開始 然後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敲敲去 打開了 哦 你知道嗎 老公 就要把這個小屑插開 插多久 你知道嗎 裡面剛才有 爪潤滑液 像叫的老公 白老公 像裡面怎麼會噴噴的 然後現在弄 起來之後 我們要開始翹起來了 我現在用一塊東西把它墊著 鋪好之後 一樣 啊 拆的時候 因為 鋁圈比較容易刮花 我都習慣從 外面 哦 就來這燈 聽 外面不會去 然後 同學一點想說 哦 到底你是用了 它的硬化 我說這個 噴了不然不然不然就乾了 啊這個 有這個 翹翹這個有沒有 哦 你就是自己看你的 感覺 以及 對那個燈用出來 哦 就來你 那塊頭血 你補作 因為我看不到鏡頭了 就這樣翹起來了 應該來這裡拍水 這樣比較有臨場感 來 換好姿勢之後 來 那個 攝影師盡量 拍個特寫 你就是捕捉給同學看了 哦 麻煩你了 這樣 這樣子 慢慢起來 好 來 扭起來 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用手拔了 我先看 啊因為這個8PR的比較硬 我們還要再 繼續拆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 白都學習 我好像很沒想要拔 就是這樣 很難用啊 不知道在難用什麼燒 抓到 哦 這裡再擋住 然後從這裡再進去 再一下就好了 差不多還有一個 你老母在這裡 不要用 你贏 你贏 用手拔好了 起來啦 好啦 然後拉起來 所以這個 剛開始在弄那個 有一個技巧 啊 因為 很久沒有用的話 說真的是很難用 好 另外一邊 這邊就很簡單 一般是 這個 好 然後 老公的那個潤滑液 人家噴一噴 就可以直接拔掉了 我的經驗是 那樣 這一次 來你贏 這有這個就燉了 你就進去 這樣子 勾下去 整個鯉圈就可以 彈出來 拉 哇你贏不漂亮哦 你看這煮有沒有泡軟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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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非常的失敗 娘 跳出去 哦 哦 好 爬起來 不要爬 對啊 好 沒有 不要用運動 然後 這個 在 勾的時候 稍微 裡面會弄到那個 這個不要管它啦 好啦 來我們現在要安裝那個新的那個熱龍胎上去了 然後這個安裝它有方向 鯉圈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在動對不對 這樣在動的話 你看 它這裡有個箭頭 哦 是不是這樣子它這樣動 但是 你如果說沒有箭頭的話 我們一般在看的時候就是看這個花魂 它前面 兩順 剛好上去的時候水是排出去的 你看這樣有沒有 擺下去 就是水會從中間推出去 那你自己想一下你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拿起來 拿起來 好 就這樣子 好 排水進去 然後在 裝的時候很簡單 它這是 四點這樣噴噴的 這樣就可以擠進去了 當然很多同學都會說 哦 這WDZ是對那個橡皮不好 但是那一半都使用很久 還好 好 換這個 好 這樣子 齁 來 那個鏡頭放下來 這個一般就可以用壓的 嘿咻 進去 拉 所以這顆蠻力的 撒撒撒撒撒 撒 推到一半之後 來 這樣 鏡頭刷一下 還好 這個很久沒有用還蠻困難的 來 來 喝個膏力皮 好 進去拉 來 喔水喔 然後現在的話 我們就是要整個把它壓進去 欸會不會太亮 不會齁 來你再去那 也是把它噴一噴 齁 也是這樣子 來 媽的 臭 臭機車 對呀 嘿咻 這個要把它推到那個旅圈的中間 好 然後 也是一樣 進去 這不可以吃太大吃 太大吃 冷皮 撒撒 進去 噢 好像我再轉一下好了 噢 這個部分哦 是最重要的關頭 你如果是 太淡 吃太大 冷皮 撒撒撒撒撒撒 好 好 進去拉 起來 噢 所以你看現在在玩車子有那個自動拆胎機 你看多方便 我以前20年前 歐巴巴店今天沒有那種東西 噢 要開始那個打氣上去了 你看 這個是有一種成就感 但是 以現在 我在DIY的方法 我是 把方法分享給的同學 我也不建議DIY換輪胎 那個要給丁家做 要不然那個鋁圈刮花了 你就得不殘吃 阿手要記得不要夾到哦 先讓它撒撒 哎呦 撒撒 哎呦 撒撒 這還有一順啦 好 好 現在我們再把它翻到 然後鋁圈刮花把它裝進去 因為這個鋁圈你如果擋住的話 它在弄的話 它在瞬間漆壓不夠 好 把它撒下去 哦 所以這種影片拍起來 白東學是可以回憶的 今天頭上拿著 你看 來 先打開丁 可是我們要上車了 哦 你看 我跟你講哦 那個熱龍胎的話 輪胎有在看 一路佔有哦 它那個卡譜的角度能越多 就是旁邊包進去的這個 來 攝影師運鏡一下 光線注意哦 然後我們也是這樣把它 放進去 你放在旁邊這樣放 好 放進去啦 哦 哇 這鋁圓太漂亮了 然後螺絲 哦 白東學小 真有操 哦 這鋁圈稍我換 大家不要吵它 拿去哪裡讓人家運動了 哦 哦 然後 這就是什麼 你鋁圓的時候 讓人家吊著吊著就好了 哦 好 來 然後白東學尺寸是長的 八十九十 啊 後來 我們那個 胎仔再打一下 這胎仔的單位 和那種 器材不知道有鋼 我沒什麼知道 哦 沒關係 我們還是先把它 灌含那個 大概 蓋車一樣 好啊 然後這個就裝上去 哦 煞車 含的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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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這樣就好了 然後要裝排氣管上去 這台車排氣管 非常難裝 不知道在排成殺小 因為這個有那個螢光的150的水箱在這邊 你要進去那個角度很難動 那就盡量捕捉一下 這就是白龍燒魚箱很可愛的 這要管的 這裡進去 前面捕捉一下 捕捉一下之後 來這個 水箱可以勾進去 轉過來好起來 然後前面 看這裡再進去一下 後來上面 管頭進去了 好 後來這個12號的先固定上去 好先隨便把它幹一隻 好這時候還有拍針 好了 然後上面這裡 先改之後按 這個是蠻簡單的 但一般一般同學不會遇到 只是說白龍燒弄給你們看 就把它鎖緊就好了 好 8號的 總算快要大功告成了 好 搞砸 一定要訂閱白龍燒第二教室 這個白龍燒一當中要射就是 還會讓它 樓層很長 射按的時候它就不會動了 它就是會這樣晃動 那是正常 好了 完工 這邊中藥都鎖好之後 浮動式 還要來裝馬桶 來 攝影師幫我運鏡一下 白龍燒弄得有私有蹤 馬桶就是放進去 你站起來比較好 比較有臨場感 這樣 這也就不進來 因為白龍燒 這個沒有拆開 我們就是慢慢把它搖搖搖 把它搖進去 搖進去之後 不然其他螺子要塞一塞 然後 按就好 最後一顆 緊了 緊了 完工 電瓶鎖上就好了 好 好了 電瓶鎖上就好了 我要來總結這個 好 同學 白龍燒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DIY 更換輪皮的這個動作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今天會做好跟我們來轉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拆胎機真的是很少 如果有的話 怎麼講 你也派出去了 那時候就是什麼東西 能自己來就自己來 然後白龍燒也是 就是這一次把以前我們小時候 DIY更換輪胎的這個動作 分享給同學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當然啦 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覺得說 輪胎的部分 我是覺得我個人是不太建立DIY 因為你那個旅圈現在的話 CNC 你如果去養肌處理 那個一顆有的時候上萬 你如果去刮畫的話 反而那個 會覺得得不償吃 或是白龍燒分享給 當然你要自己換的話 你就是 特別注意一下 大概就這樣 節目最後 記得怎樣 訂閱白龍燒的第二教室 掰掰